1.浩文战胜屈腹孔庙 昨晚的175化山PK当中 浩文用一套大堂加神木林 以国标阵容攻城掠地 在面对顶级航门屈腹孔庙的战斗中 他指挥队友沉着应战 最终敖战51回合成功取胜 屈腹孔庙韩东在输掉比赛之后 贴出了一个人开四个号的截图 表示自己是撕开的 打不过浩文 让他当场抑郁 浩文的指挥能力波动非常大 有时候他是天使 能战胜175冠军级别的战队 有时候他是恶魔 能被175小鸡队伍吊打 也许是端午节吃了粽子的缘故 昨晚的浩文异常强大 指挥超级果断 开场就是听我说 并且多次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2.三五死法进台魔童打神马 神马受决解锁之后 三五第一时间就给自己的死法进台童子打上了 他的运气非常不错 神马精准覆盖了高绘根 这个魔童戴上高明磁套 技能非常完美 3.140高伤无级别枪出炉 遗水雪山 进出一把 145级别枪 初始伤害达到了581点 仙子武器 在69级 非常吃香 这把武器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4.波罗回顾当年的浮战决赛 波罗在直播过程中 回顾了那些年打过的浮战决赛 和粉丝分享了一些显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波罗透露他在文涛武略打的最后一场浮战 对面为了狙击他 出现了五个指挥组成的五指山阵容 5.群凶决赛今日开战 群凶逐鹿第二赛季的决赛 将从今天的11点钟开打 在175级首轮对决当中 水波梁山对阵果子剑 非常有看点 不出意外的话 波罗应该会去水波梁山开号 和封心一起指挥